大家好,我是Roger 这段影片想跟大家讲一段RTHK关于以色列战争的报道 首先我们来看看标题 Countries evacuated citizens as Israel's hammer's war rages 首先大家看到Evacuate这个字就是 将一些人从一个地方迁出的意思 或者都是撤离的意思 大家看看一些例句 例如大家看到这句 The police evacuated the village shortly before the explosion 意思就是在爆炸发生之前 当然这里有不久之前的意思 警察就成功将村落的所有人撤离 或者有时我们都可以被动式这样用 比如这个,你看到有B加PP的结构 就是说一千人他们就被撤离了 那被动式其中一个好处就是 你不需要说谁撤离他们 因为有时如果你纯粹想说哪些人他被撤离 而你又每次都需要说谁帮忙撤离他们 都挺沉的 所以被动式有时这个位置会帮到我们 而大家看到rages这个字 它都是下了一个动词的 这个字经常都会在战争 war这个字后面会看到的 我们一起看一些例子 比如这个phrase大家看到了 prefence the war from raging 意思就是避免战争去发生 而顺带一提 我们一起有一个很近似的字 大家经常撈乱的 这个都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wage war against wage就和刚才的rages就不同了 今次wage war against的意思就是 向一个国家宣战 但是刚才我如果纯粹说rage的wage 其实我就只是想说那个战争就发生 所以大家就小心wage和wage两个字的分别 然后大家看看这句 dozens of foreigners find themselves stuck in Israel 那留意哦 dozens就不是想说一千人 很多人以为dozens就是说一千 你看到dozens最后有个s 其实这个意思整个phrase 它是解数千人的意思 譬如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例句 the damage will cost thousands of dollars to repair 它的意思就是花几千元去维修 去装修 如果不是dozens of 就是你看到最后 譬如这个位置它都没有过s 那真的就纯粹说一千 这个1000 miles 这个意思就是说一千英里 那foreigner这个字呢 其实是外国人的意思 那通常呢 譬如我们会常说 foreign countries就是说外国 那而foreigner呢 大家看到er后面就是想说那些外国的人 那当然啦 在以色列里面外国人 就是代表它可能身处以色列 但是它的国籍就是其他 就是可能美国人啊 日本人啊 那大家看到不单是在以色列里面 甚至在巴勒斯坦的地域 因为terrectories这个字呢 就是解地域 在那里呢 其实很多外国人都滞留了 那注意这个where这个字 通常呢 譬如我前面有句子 我想补充 咦 在那个地方里面 还有什么发生呢 那我就会呢 在where后面再加个完整句子 去补充的 那发生什么事呢 大家看到这个phrase a full blown war 那full blown war的意思是 全面开战 那譬如大家看看这个例句 they have frightened a full blown war 意思呢 就是他们威胁 威胁些人 如果你再做一些东西 当然这个位没说了 但其实都假设了 如果你再做一些东西的话呢 他就会开战一个全面的战争 意思呢 就是因为战争很多不同规模的嘛 就是可能炸你一点点 也是战争 但是呢 这个位呢 full blown war就是一个全面开战 那然后呢 后面你看到呢 erupt 那些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那战争爆发一定听过 那其实呢 这个erupt这个字 就正正呢 是战争爆发 爆发那两个字的直翼 那爆发 大家一定联想起火山爆发 大家看到这个phrase the volcano last erupted 就是意思呢 是上一次它爆发 那同样呢 我erupt这个字呢 其实我都可以放在战争后面的 那于是大家就会看到了 a full blown war has erupted 就是说一个全面的战争呢 就已经爆发了 那sense这个字 大家特别小心啦 因为它又可以解因为 它又可以解自从 那我自己判断呢 这个sense 应该是自从的 它是想说呢 他们自从开始攻击之后呢 一个全面的战争 它就开始了 那launch这个字呢 又展开 开展的意思 比如大家看到这个位 scotland's onslaught on Wales 意思呢就是 苏格兰对威尔士队 咦 大家留意过 这个不是一个战争 这个是一个球赛的 那所以onslaught 这个字呢 它不单可以战争用 可能是一些运动比赛 我们都可以用的 那通常呢 譬如我们说 很多人被人杀了 很多时候 我们只会用kill 这个字 那但是呢 这篇报道里面呢 有一个漂亮一点的phrase 这个phrase呢就是 claim thousands of lives claim就是夺取 那然后呢 thousands of lives 刚才说过了 thousands of就是数千人 整个phrase 就会夺取了几千人的生命 那然后呢 大家都看到一些代名词 写在这里 譬如你看到这个phrase on both sides 意思呢就是 不论是Israel 还是Hamas 不论是以色列 还是哈马斯 两边呢 其实呢 都很多人的生命被夺取了 然后呢 launch刚才说过 是展开 operations 就不是手术那些 就是不是手术室里面的operations 而呢 是行动的意思 军事的行动 那repatriate的意思呢 就会是 遣送 或者遣返 那我们一起看一些例句 譬如大家看到这句 the government repatriated him because he had no visa 意思呢就是 为什么他被人遣返回去 原因呢 原来就是因为他没有签证 因为这些代名词呢 有时候一些语文考词呢 都会考的 所以呢 大家要留意 譬如others 就很多人呢都会拌乱了others和other 那就要留意 others这个位置呢 其实它是名词来的 但如果other的话呢 就是我后面呢 没有任何东西呢 它是形容词 我后面呢再加一些东西 譬如other countries 那我就其他的国家了 但这个位置呢 others其实呢 就是refer到其他的国家 那我后面不用再加东西了 我就这样others呢 已经是其他的国家了 那其他国家呢 他呢 原来就计划去做这件事 又是一个代名词哦 Dulso呢就是Dulco先前面呢 提过那件事了 那前面提过哪件事呢 哦 就是将自己的国民呢去遣返了 那这篇文章呢 其实它还有很多不同的部分 就是它说 譬如Argentina 就是在阿根廷里面呢 是怎样去遣返 Brasil 就是巴西会怎样做 Nigeria 就是利尔尼亚 这些不同的国家 究竟它怎样去遣返国民呢 究竟安排究竟是怎样呢 但是呢 我这段影片呢 就先讲到这里 英文你学不完的 希望这段影片呢 可以鼓励大家 在新闻里面 去多学一些不同的英文生字 令到呢 去增加自己的持户量 可能你说 喂 不是啊 刚才那些讲战争啊 那些的哦 但是其实呢 很多生字都会在大家的英文课程 譬如可能你是PrepDSE 或者你是PrepIELTS 或者其他可能成人英文的考试 那样 这些生字呢 是无端端呢 在不同的地方出现的 就是我小时候都会常常用足球新闻学英文 那很多人都会觉得不关事的 因为足球新闻嘛 但是其实英文考试呢 是会重复出现的 那所以呢 希望可以鼓励到大家 那如果喜欢这段影片 帮到你的 可以like啦 subscribe啦 那这段影片呢 去到这里 下次见